掌声有请歌手王二妮 王二妮 清理歌手 她以不加雕琢的天籁之音 和陕北原汁原味的原生态唱法 被广大观众所喜爱 母亲啊 几个个墙 草木的队伍是灵状 今日作为大来宾经验登场 还会为我们带来 哪些幕后不为人知的故事 二妮 要拥抱一下 你好 好久不见 是啊 好久不见了 好久不见 还这么美呢 王老师 您好 啥意思呀 你叫她姐姐叫我老师 这是因为 尊重她 尊重她 对不对 因为我觉得我们俩年龄差不多 叫姐比较适合 但是因为咱俩我觉得小叉得有点大 或是叫歌我叫不出去 叫书吧 叫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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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不高兴 所以只能教老师了 哈哈哈哈 阿妮 其实这么一看啊 我在想我可能认识你有十年了吧 嗯 真的差不多了 差不多 但是你好像发型啊 服装啊 感觉一直都没变 嗯 我觉得我变了 变得洋气了很多嘛 哎呀 我的天哪 这是洋气了 是洋气了 请问你平时有没有烫过头发 嗯 没有烫过 染过呢 嗯 没有染过 就要是有一天说王二妮顶了一头 黄色的头发 我觉得观众接受不了 就是以为是羊妞呢 羊妞 哎 二妮啊 我这个作为姐姐特别关心你啊 其实我在几年前来着 我和王老师去看过你的那次演唱会的 人民大会堂的 嗯 那得有几年了呀 嗯 那是2015年 1923年过去了 嗯 时间过得太快了啊 我特别想知道这三年 你有没有勤学苦练普通话 嗯 其实我以前一直在勤学苦练 因为我一直认为我说的是标准的普通话 嗯 但是 其实我也一直 我就心里很纳闷 嗯 我就认为我说的这个真的是很标准的 他们为什么要说这不是普通话 对啊 我就想不通 我也纳闷 我 我真是删我自己 不是 哎呦 我怎么嘴对心 主要是 啊 我是我是认真的王老师 嗯 啊 也就是说你真的觉得你这说的就是普通话吗 对 因为赵二八姐闪北话说的大家肯定就是完全 完全听不懂 嗨不嗨 嗨不嗨是什么意思 就是听不懂的意思 嗨不嗨 哦 我一直特别关心二妮啊 就只要这个有新闻报道我都会点进去看一下 我前一段时间就看到网上报道说二妮现在生活好了豪宅豪车 什么什么还拍大图片 啊 这个我也经常看 啊 你经常看 请问你现在是住在那里边吗 豪宅啊 嗯 呃 其实说起来这一点的话我觉得真的有一点对不起写新闻的小编 嗯 因为就是我来北京到现在还是租房住 到现在还租房子 嗯 这个有一点不相信啊 对对对 因为就是我刚来北京的时候我是在中国歌曲舞剧工作嘛 嗯 然后住的是就是南尔环那个老院里就是单位的房子 嗯 应该是五六十平米吧 嗯 就是俩居室然后住了很多年 后来到了北京歌舞剧就是单位租的房子 嗯 然后就导致其实我自己一直没有住房就没有房住的这种压力 嗯 所以也一直就没有 就你不像我们我们得找地儿要不然没地儿住 对 然后就也没有这个想法说我去买一个房子 不然的话就没地儿住了 嗯 就一直这样住着 嗯 然后自己还有一个习惯就是可能是小时候的这种成长的怀见啊 什么的 比较贫困家里 嗯 反正就是因为买什么东西就想着说等我自己攒够钱以后我再买 嗯 我也不敢贷款 嗯 然后也没有这个理财的这样的一种怎么说呢 那你现在我估计你买不起了吧 然后等到我有这个意识的时候2015年我开始想哎我是不是可以买房子了但是那会房价已经涨得买不起了哈哈哈很小尴尬 不是那这个网上那都从哪弄的这消息啊嗯 其实以前那就是很多年前那几年吧刚开始网上有很多的这个呃就是一些假的新闻我会觉得心里特别难受嗯 嗯就他们写的是我和这个阿宝结婚了一会又和这和猪之文结婚了嗯然后就各种各样的贴天网出来变住我说怎么怎么了为什么要这样就胡说嘛你确实没跟他们俩结婚我哈哈哈就是但是嗯但是后来就是经过一段时间吧 我觉得好像每一个人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都要经历这样的一些事情所以就必须让自己内心变得强大也就是说阿宝呀朱之文呀然后那个大房子呀大车呀都跟你没啥关系嗯其实对所以我现在也一直在想嗯我也要努力赚钱完了呃就看赚够了首付如果不够的话和他们也借一点哈哈哈哈哈哈哈然后买一套房子 你可以跟王闻念老师借呀这个我还没想起是吗真的可以吗哈哈哈但是我担心过两天人家说你跟一个年纪很大的人结婚了哈哈哈那不会因为阿宝现在结婚的消息大家都知道了吗哦好像嫁了一个青梅竹马的老公是吗哎因为我们一直认为你可能会找一个比如说就是圈里的人呐或者什么的你找了一个同学是吧就更多的人会觉得你出名了长得也漂亮怎么着也应该 要找一个稍微条件好一点的能够帮你迅速的把你的事业不用直接不用付首付直接买房的对直接就可以买房的这也无可厚非啊嗯嗯其实现在有这样的想法也是正常的啊嗯你有过这样的想法没有嗯我是因为我们俩嗯是初恋嗯然后就是来北京之前就谈恋爱了那坚持了这么多年呀嗯我们俩那会儿就开始谈恋爱了然后后来我们是来北京嘛参加了这个比赛嗯 她一直在老家但是我们一直是恋爱关系我有男朋友我怎么可能再去找男朋友嗯而且我们俩感情也很好我在北京07年他们是12年的时候才过来嗯等于是她在老家我在北京哇你们这么两地分了五年嗯还坚持下来了啊其实大众更关心的是你在这儿突然在北京火了成名了这个时候就是你对这段感情有过动摇没有一点点的动摇嗯 嗯说实话一点点动摇都没有嗯那说实话她有没有一点点担心她应该有嗯她怎么表现出来的担心呢怎么说呢因为毕竟两个人有距离了嘛因为她是一个男的她肯定会怎么说呢就因为我在唱歌方面的话肯定是已经比她就是走得好一些了嘛发展得好一些她肯定是会有压力但是我给她信心因为我觉得就是作为我内心来说我 我是觉得我是觉得我是把感情看得很重嗯可能是从小就有这样的一种观念吧比如说你唱个歌啊什么她会帮你跳毛病吗她会嗯她最了解我这样啊马上到了这个猜来宾的环节咱们请二妮呢先给我们唱首歌我估计她这首歌唱得都心情忐忑呀因为她猜不到到底谁会来呀嗯 我的娘去那首歌唱得就要你会来呀 我开始唱到这个唱歌说我估计她的歌唱了 我开始唱到这个唱歌调唱歌唱到这里的人 我开始唱到这个唱歌 这个唱歌唱的歌唱歌唱给你大家看